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1月1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同胞必私心 无论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还是在异国求学的留学生 看到同样肤色的人总会感到亲切友好 甚至互相关照 但就在前几天 几位中国留学生却被一家餐厅的老板辱骂 最令人诧异的是 骂中国留学生的老板竟然也是中国人 这家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附近的 中国人开的日本餐厅 这些日子在网上火得不要不要的 不是因为好吃 也不是什么广告 而是这位中国老板竟表示 要用中文在门口写 屌丝与狗不得入内 这一下可真的犯了众怒 声讨之声一浪高过一浪 餐厅的Google评论瞬间被攻陷 Google评分将至1.7分 史无潜力之低 眼见着惹了祸 老板也吓坏了 赶紧认怂道歉 说我那只是酒后个人吐槽装逼 大家误解了我的原意 可当地的中国留学生 以及华人网友们可不答应 接连警告 先学会做人再做生意 这场风波发生在一家位于印第安那州普都大学附近的日式餐厅 装饰装潢确实非常用心 餐厅走日式居酒屋风格 有几位中国合伙人共同所有 事发当时才刚刚开业 还属于市营业阶段 餐厅开业之后 当地中国留学生还是非常捧场的 纷纷三五成群的前来品尝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试吃消费后 大家也会习惯性的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分享着自己对于新餐厅的感受 其中一位留学生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装修是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毛豆是冷的 口串也比较凉 章鱼小丸子 味道不是我的菜 Special的Beef Stoom是挺好吃的 炸猪排加松露粉满搭 最后同学给出了一个结论 总体就是装潢大于食物 其实这位发朋友圈的同学的评价 还是挺中肯的 没有什么毛病 也没有任何攻击性言论 也没有恶意的误导 而且仅仅是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并没有上传到公共的Google评价系统 可即便如此 这个评论也惹恼了餐厅老板 合伙人中的一位 这位老板不知道从什么渠道 看到了这条朋友圈 随机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声 总结一下这位餐厅合伙人的观点中的重点 如果你对餐厅有意见 你可以提 但是不可以在朋友圈里提 只能在反馈单里提 二 在朋友圈里评价餐厅的 都是来美国留学的重屌丝 小费都没有给超过10% 还好意思提意见 三 你们这群屌丝留学生吃过米其林吗 四 我们餐厅针对的客户群体是美国人 而不是你们这些 从中国来的留学的屌丝 五 各位投个票 到底应不应该强收中国人小费 还是直接用中文在门口写一个 屌丝与狗不得入内 要知道海外华人圈本来就不大 普渡那个地方的圈子就更小 餐厅老板的言论立即引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强烈不满 很多华人直接截图 事件再次升级 越来越多的对餐厅不满的声音涌现出来 不仅如此 被激怒的华人朋友们纷纷跑去Google给这家餐厅留言 他们的Google评分被迅速拉低到1.7 果不其然 在群众的舆论和反抗之后 这家言语嚣张的餐厅合伙人迫于压力 发了一封所谓的道歉信 最后落款 怂了的我 这名老板表示 那些引起争论的言论都是酒后装逼的个人吐槽 没想到会如此敏感 他说 接受大家的批评 并表示 大家误解了我的原意 我昨晚说的那么多 真的和餐厅和我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道歉的最后 这位自己意识到闯了祸的老板公开表示 转让餐厅的所有股份给合伙人 并希望可以继续在餐厅工作 事发后 有当地媒体报道称 老板也试图去和当事人联系道歉 也一直在努力加那位女生的微信 但一直没有验证成功 老板一再表示 他针对的是那些完全不给小费的人 小费都是给服务员的 这是心疼服务员 在跌破了Google关门大集1.5分水平线后 餐厅也发出了致歉信 遗憾的是收效甚微 这样的伤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弥补的 这些语言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餐厅 更是千千万万海外华人的心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